这台黑鱼电力坦克不是单靠外观酷炫就行 它的三百合一的设计让性能与安全平衡相当到位 而且在实际使用中连高功率输出的热量和纹波都控制的不错 算是少见的桌面级高功率充电站的方案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插线版大家见得多了 但是能起个名字叫电力坦克的还真是少数啊 外观RGB环绕赛博风拉满 这次成绩也不虚 240瓦快充输出 协议识别精准 重载还可以稳住几十分钟 但问题来了 这些亮眼的数据靠的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们要把这台电力坦克彻底把它拆开 把里面的每一颗电容电感MOS管都摊到镜头下 我会带你看清它的供电架构降压方案 转换效率的幕后逻辑 以及工程师做的那些小心思 RGB灯效只是一层外衣真正的实力 全藏在这个电路板和用料的背后 准备好了吗 那就跟我一起把这个电力坦克外壳撕开 看看它的内部是真硬核还是光好看 这个拆线板表面上面一共12颗内六角螺丝 我们先把它卸掉 卸掉以后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把它打开了 拆线板的底部还有8颗硅胶的垫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垫子里面有没有螺丝孔 这4个孔内部还有4颗专用的三角螺丝 这是防拆卸的内部有高压电路 拆卸的话有触电的风险 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这些做拆解的博主 卸掉以后就可以打开这个后盖 大家看一下内部的工艺 这个做工是非常不错的 全灌胶的工艺 这个胶灌的不是一般的扎实 底部有一张PCB 这个是管上面是插座的 充电器适配器的PCB 这边还有一个控制的主板 一共有三块主板构成的 我们把适配器这个线给它剪掉 直接拿出来 这是适配器部分 中间有塑料板 既起到绝缘的作用 又起到隔离的作用 这三个就是5孔插座的模块 控制板的PCB 跟底部插板的PCB 中间是用铜柱进行连接的 以便过大电流 这是这个排插的壳体 也是非常厚实的材料做的 这个适配器上面的灌胶 也是没谁了啊 这个清胶我又要清半天了 这一堆就是我清理出来的 高分子导热胶 清理出来过后 主板就是这个样子 这块PCB就是插座部分的PCB 可以看到背面的铜箔 它是加厚加宽的处理 为的就是可以过大电流 插座部分的铜牌 它是采用的镀裂的一种铜牌 这种镀裂处理 比那种纯黄铜的工艺又要贵一点 这部分我打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一个插座上面 有8颗彩色的LED灯珠 PCB的做工确实是很扎实的 这一块板子是控制 这块PCB上面的LED的一个控制板 然后这是插座部分的模块 这是底部的一块磨砂的塑料 LED的灯光 通过这个磨砂塑料透色出来 这是插座的外观壳体 为灰色的透明设计 插座的安全门也是有的 安全门为上下分开设计 插座插进去的时候 自动的打开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我再来给大家介绍 内部的电路 及元器件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交流和弱电彻底的分开 最后这块看似花架子的灯效控制板 实际上也有一整套电源和微控制逻辑在背后支撑 三块板合在一起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 硬是把一个排插做到了电源厂商的硬件水准 接下来我们足快深入 看看它是怎样把各种功能需求融合在一起的 首先我们把镜头对准的 是这台黑鱼电力坦克最核心的一块板 它负责把加油交流电打造成支持 240瓦快充多口输出的直流电源 堪称充电站及核心组件 一颗有深圳梁胜电子出品的5I255 微型慢容保险式 保护整机及后级电路 梁胜电子2002年成立 长期专注各类熔断器和保护器 一颗来自惠州松龙立上电子的 10D561K亚敏电阻 是第一道防雷阀门 松龙立上2010年成立 主营MOV NTC等保护元件 进入EMI绿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级绕线式共模电感 用来抑制世界两线同乡的高频干扰 并且并联来一颗带KINDIN标志的 0.68微法275VX2安规电容 对叉目噪声进行吸收 这家公司查不到成立时间 再往后就是第二级绕线式共模电感 与第一级形成双重隔离 把EMI水平再往下压 旁边还有一颗1.5D-11的黑色NTC热门电阻 抑制大容量充电浪涌 广东纽航电子出品的20A600V扁桥整流器 把交流修正成高压直流 规格非常宽裕 纽航电子2012年成立 主营功率半导底 与整流二级管MOS等产品 整流之后 可以看到有一颗环形滤波电感 配合两颗同样带有KINDIN标志的 一维法450V薄膜电容 组成派形滤波 对插膜和开关斜波 进一步清理 给后面的PFC LRC电路 提供一个更干净的母线电压 这一整套的前端方案 慢容 压敏 NTC三件套 稳住安全 双级共模 加插2 加派形插模滤波 压低干扰 整流桥的余量也是非常的充足 可以说为后面的高功率输出 打好了基础 现在咱们把镜头切换到 适配器的核心 PFC加LRC双级主功率电路 首先就是一颗 一阳万晶元电子的 47VV50V的 电解电容用来给主控芯片 提供偏制电流 一阳万晶元电子 2005年成立 主因高压电解 固态和特种电容 主控芯片用的是 荷兰恩智普半导体的 TEA2016 AAT 这是一颗90至600瓦的 二合一控制器 把PFC和LRC合并在一颗芯片上 降低外围复杂度 恩智普全身 菲利普半导体 2006年独立 主攻汽车工业和电源管理 在PFC生涯部分 两颗深圳英诺赛科 INN700TK140C 淡化夹开关管 是主力军 负责高速开关 实现高功率音速生压 英诺赛科 2015年成立 是国内领先的淡化夹 和碳化硅 功率器件厂商 这一颗就是PFC电感 外部有厂家的私印信息 还套有赖高温的绝缘胶带 缠绕进行保护 PCB这个地方 一颗S5MN PFC旁路保护二级管 避免突发浪用损坏 组回路 PFC整流二级管 则是用的 深圳深国科科技的 KS-06065N 碳化硅二级管 高耐压 低反向恢复 提高效率 深圳深国科 2013年成立 专注碳化硅 快恢复和消毒机二级管 高压滤波电容 也是万金元电子的 WH系列 两颗总容量 153微法 耐压420V 把深压后的母线稳定住 再往后就是 东莞结尾电子出品的 0.047微法 630V鞋证电容 和一支 迷你鞋证电感 共同形成 LRC鞋证网络 LRC鞋证刊锅馆 依然是 英诺赛科的淡化家 但型号升级成了 INN700TK190B 负责驱动 主变压器初级 主变压器初级 一共四个引脚 次级的话 也是四个零脚 两两并连输出 大电流 低损耗 这一套组合 相当于是把一台 桌面快充电源的 小型化极限 做到了极致 淡化家 加碳化硅混搭 PFC加LRC一体化控制 高频小理机的 协证网络 全部都是为 240W加多口稳定输出 作为一个铺路 接下来就是 反馈隔离 及同步整流部分 这里既要保证安全隔离 又要把高功率 高效率 稳稳地送出去 两颗蓝色的 陶瓷安硅外电容 型号分别是 101K和681K 规格100P法和600P法 那样都是400V 用来把初级和刺激之间的 高频干扰 引回原端 改善EMC 保护用户设备 光电偶合器 用的是台湾 赵龙科技的CT1019 一共用了两颗 负责把刺激电压 电流等信息 安全隔离 反馈到 主控芯片 赵龙科技2004年成立 主因光偶 传感和光通讯器件 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继续使用 荷兰恩资谱半导体的 TEA1995 这是针对 LRC输出优化的 同步整流方案 效率比二级管高得多 整流开工管 则选用广东 力宏威电子的 LH032N100 两颗NMOS 把ACDC能效 高效的整流出去 力宏威成立于2018年 主攻 低主高赖牙MOSFIT 三颗一氧万晶圆 PJ系列 1000V法 35V固态 总容量3000V法 配合板子上面 高频MLCC 既能压低纹波 又能提升顺态响应 让多口快充设备 在高功率缺换时 依然平稳 这一套反馈 加同步整流的组合 等于是给整台电源 装烧了一套 智慧阀门 既安全 也高效 也为后面MSU协议控制 各充电口的 电压电流 打下了基础 MSU控制 和协议输出部分 这里决立了 每个充电口的 智慧和高效输出 核心是这一颗 星海科技的 32F10系列的MSU 它负责整个充电站的 逻辑运算 协议管理和输出调度 星海科技 2003年成立 主营工业控制MSU 和智能电源控制芯片 每个充电口 都单独配备一颗 独立的协议芯片 总共有四颗 全部都来自 珠海 智慧科技 这家公司 2014年成立 主营快充 和各种电源芯片 SW3566H 管理C1口 最高输出 140瓦功率 SW3516P 管理C2口 最高输出 100瓦功率 SW3526S 管理C3和C4口 各30瓦 可以看到 工程师对不同功率口 进行了精准分配 高功率口 有独立的储能和开关控制 低功率口 则使用类置MOS管控制 体现了功率分配的合理性 四个充电口的储能电感 都是独立设计的 并且配合 一阳万级元的固态 加这些MLCC组合进行滤波 纹波控制 非常的到位 C1和C2高功率口 采用了外置半桥 深加压透普 输出稳定性和效率 都能顶住 大功率笔记本的需求 C1和C2口的半桥 使用的MOS开关管 同样是来自广东 立宏卫电子 型号为LH042N04 C1口的PD3.1协议 最大输出140瓦 还配置了独立的 微巴斯开关管 型号为LH03N04 同样是广东立宏卫电子的产品 确保高功率 传输安全和可靠 其他三个充电口 则是由协议芯片进行控制 四个充电口的电流采样电阻分别是 C1口R2003 C2口R2005 C3和C4口采用R010 实现精确的电流检测 整体来看 这部分MSU加协议控制 就像给电源装上了一颗大脑 既智能又高效 为每个充电口提供量身定制的充电策略 同时确保整机的稳定和安全 这台黑鱼电力坦克的颜值担当 光靠外壳的酷炫是不够的 它的背后有一整套控制逻辑 在支撑灯效和触控功能 首先是一颗浙江繁华电子的 FH17系列积电器 它负责高低电名切换 繁华电子2014年成立 主因各类通用积电器和功率积电器 接着有一颗22Ω的四环电阻 用于控制信号电流 保护主控不被冲击 整流部分由深圳承达半导体 贴面整流桥完成 规格是一安一千伏 把外接电源整成稳定的高压DC 为灯效供电 承达半导体 2020年成立 主供贴片整流桥 二节管等半导体元件 绿宝电容方面 两颗一阳万晶圆的 4.7微法400V的高压电解 负责6D要干扰 而一颗深圳雨光电子的小电容 4.7微法 50V为主控芯片 提供偏值电流 保证微控制器稳定启动 主控芯片来自上海昂宝电子 型号OB25133 这是一颗类自高压开工馆的QR主控芯片 原便反馈 无需光吼也让电路更简洁安全 昂宝电子2004年成立 主因各类开关电源PWM控制芯片 其他还有东莞成新电子的安规电容 SS14 肖特机整流二级管 一阳万晶圆电子 470微法 10伏 滤波电容 南京威蒙 M16228 线性LDO 以及新海科技的38F20 MSU芯片 私影3415的MOS开关管 还有一颗六角的触摸芯片 三个插座 一共配位24颗RGB灯珠 这些元器件 每个元器件都在支撑这块RGB版的酷炫表现和触控灵敏 简单来说 这块小板子就是整台电源的彩虹发动机 让黑鱼电力坦克不仅能充电 还能让你的桌面变得酷炫感十足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黑鱼电力坦克三块独立PCV的电路设计亮点 每一块都有它的专业之处 先说RGB控制板 这里是视觉和交互的门面担当 继电器配合贴片整流桥 高压电解和小电容 为灯效和触控提供稳定驱动 新海科技的MSU加OB25133原边反馈主控 把光效和触控逻辑管理的仅仅有条 这块板子虽然小 但保证的桌面酷炫体验与可靠性 再来看插座PCV 这块板负责AC线路部分分配和安全处理 加厚扑通的AC线路降低阻抗和发热 设计上独立分区 避免高功率输出 对其他口和灯效板产生干扰 整体安全性和散热性都考虑得很周到 即便是多口同时供电 也不容易出现热斑和电压波动 这在家用场景非常的实用 最后是四倍机PCV 核心功率输出和协议管理所在 PFC加LLC双级设计 高频淡化夹和碳化硅二级管 混合应用 转换效率高 输出稳定性强 同步整流 光偶隔离 高品质MOSFET 让文波低 顺态响应快 MSU协议管理 配合独立的储能和滤波 每个口功率精准控制 兼顾大功率笔记本 和手机多口快充环境 整体来看 这套设计的亮点在于 模块化分工清晰 RGB控制板 保证颜值和互动 插座PCV 保证AC安全和耐用 4倍器PCP提供高效稳定的DC输出 让整机在高功率多口充电时 依然稳健可靠 虽然是商用产品 但整体的架构专业性很高 兼顾了效率 安全和多口兼容性 体现了工程师对快充环境的 熟悉度和落地经验 可以说 这台黑鱼电力坦克 不是单靠外观酷炫就行 它的三百合一的设计 让性能与安全平衡相当到位 而且在实际使用中 连高功率输出的热量和文波都控制的不错 算是少见的桌面级高功率充电站的方案了 经过完整的测试盒拆解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黑鱼电力坦克排查充电站的整体表现 先从外观看 它延续了赛博风格的设计 科技感十足 RGB光效不仅酷炫 还通过独立的控制板 实现精准的触控和灯效管理 体现了工程师在用户体验上的用心 拆解后可以看到整机采用三块独立的PCB 分工明确 各个板子上都用了高品质的元器件 比如氮化加碳化硅 以及固态MLCC绿波的组合 模块化设计清晰 散热和安全考虑的充分 综合测试数据来看 这台排查的表现也很扎实 四个快充兼容性不错 华为SCP协议被屏蔽 为荣耀和白瓦PBS快充让路 说明了工程师对快充生态非常的熟悉 200瓦和240瓦输出都能维持35分钟以上 165瓦输出持续稳定 完全能满足两台白瓦笔记本 和多部手机同时充电的需求 效率表现同样是亮眼 AC-DC-DC两极转换效率 140瓦以上功率保持92%以上 说明它的能量损耗低 热量控制得当 它的文波控制由其出色 50毫伏以内对iPhone等设备而言 几乎是理想状态 保证充电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综合来看 黑鱼电力坦克不仅颜值够高 更在设计和用料上体现了专业水准 三板合一的架构 高效能的四倍器设计 机器的协议控制 以及低纹波稳定的多口输出 使它成为一款兼顾桌面美观 和实用性的高功率多口充电站 如果你追求高效多口兼容稳定可靠 这款700元的售价产品 从它的工艺复杂度 整体的性能来看是值得考虑的选择 测试为来了解 猜是为了真相 认真车材客观输出 我是灵火车材 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一些点赞 here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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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